大家好,养蚊猪的话,有人应该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,就是你的蚊猪在底部长出来的这个新芽呢,后期呢,长得非常的快,长出了这种土长的这种现象。 那么,处理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? 其实啊,出现这种现象呢,主要原因呢,就是有两个。 首先,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肥不当。 如果大家用了过多的淡肥,就会导致植株呢,它生长特别的快啊,会出现一个土长的现象。 那么,第二个原因呢,就是我们养护环境不适,如果大家把它放在一个相对阴暗的地方,然后光照不足,也会导致植株出现土长。 那么,我们了解的原因,后期的解决办法就简单了。 首先,第一步呢,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土长的部位的给它进行一个修剪,然后呢,在养护的过程中呢,要给它适当的增加光照,把它放在一个闪色光的地方来养。 后期呢,大家一定要注意,用肥的时候,一定不能够用过多的淡肥,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钾肥的用量,可以用一点这种高钾肥。 那么,这种荷兰进口的树架肥的话,就是一种高钾肥,它的钾含量偏高,钾含量偏高的话呢,是有利于植株的健壮,可以抑制它出现土长现象。 然后,这种进口的树架复合肥的话呢,我们可以在盆土里面呢,给它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。 大概呢,就是一个月左右使用一次,就可以有效的抑制植株涂,促进它的一个健壮和生长了。 所以,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,就一定要注意好,这个光照一定要合适,不能够过阴,也不能够过强。 然后呢,这个蛋肥的用量不能够过多,最好就是用一些蛋领甲比较均衡的不合肥,或是用一些甲含量偏高的肥料,这样可以抑制植株涂了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